隋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王朝 为什么说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无可替代呢 隋朝虽然仅仅只存在了37年 但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 隋朝这短短30多年的历史却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要想明白隋朝的历史意义 我们首先得简单回顾一下隋朝的历史 公元581年 杨坚在长安登基 隋朝自此开国 杨坚原本是北州大将军杨忠的儿子 因为是北州宣帝宇文云的岳父 所以得以掌握了实权 后来宇文云病重的时候 本英帅军南下灭臣的杨坚 篡改了宇文云的诏书 留在京城府政 宇文云死后 杨坚辅佐自己的外孙子宇文产做皇帝 自己做了大丞相 然而此时的宇文产 仅仅只有七岁而已 大权自然都掌握在杨坚手里 此后的两年里 杨坚不断产出异己 巩固自身权位 两年之后 杨坚语义彻底丰满 终于逼迫自己的外孙子宇文产善位 自己登基做了皇帝 因为杨坚原本的封号是隋国公 所以建立的朝代就应该叫做隋朝 但是因为隋有走的意思不吉利 所以杨坚干脆选了一个谐音的隋字 作为国号 就这样隋朝开国了 隋朝刚建立的时候 控制的范围还仅仅只局限于原本北州的领土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都掌握在南臣政权手里 杨坚虽然有心直接南下灭臣 但是当时隋朝的实力却不足以如此 一方面 杨坚刚刚登基 隋朝内部还有很多北州的旧臣 随时可能发动叛乱 杨坚需要用足够的力量和时间 去弹压这些北州旧臣 巩固自己的统治 另一方面 当时的南臣政权实力还很强大 如果强攻的话 损失会很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当时隋朝的北方 还有一个强大的突厥做邻居 牵制了隋朝大量的兵力 让隋朝无法全力南下灭臣 于是 杨坚开始改换思路 登基之后 并未选择马上南下灭臣 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 杨坚积极备战 整顿隋朝内部 进行各种改革 比如重新铸造统一的货币 重新统一个地的杜梁衡 鼓励商业发展 在杨坚的这一系列操作下 隋朝的国力 开始迅速强大起来 与此同时 杨坚采用了宰相高拥的策略 干扰南臣的农业生产 用各种手段 消耗南臣的军事力量 让南臣政权持续衰落 另外 在这几年当中 杨坚还把北方的突厥 当成了首先要解决的目标 在杨坚刚刚登基后 突厥原本想趁着中原内乱南下 却被杨坚给打了回来 击退突厥之后 杨坚采用了名将掌孙胜的策略 对突厥施行分化打击的策略 顺便多说一句 这位掌孙胜 就是一箭双雕 这个典故的由来 而且 掌孙胜生了一个女儿 后来嫁给了唐太宗李世民 成了李世民的皇后 并且生下了唐高宗李治 最终 在隋朝的强大攻势下 突厥彻底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 然后被隋朝暂时打服 解决了北方的突厥 隋朝国力 也已经足够强大 这个时候 杨坚开始准备统一全国了 公元587年 在隋朝开国七年之后 杨坚废掉了西梁国号 将西梁国境 全部纳入隋朝的统治版图 西梁原本是南梁灭亡之后 北周扶持一些南梁皇室 在江陵地区建立的傀儡政权 隋朝开国之后 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接手了西梁 西梁本就是隋朝的附庸 所以 这次灭亡也没有引起任何动荡 又过了一年之后 在彻底消化了西梁的地盘之后 杨坚派自己的次子杨广 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帅 分三路大军 南下灭臣 在这次灭臣行动当中 隋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 是刚刚成年的杨广 但实际上领兵的 却是大将军杨肃 在杨肃的统领下 隋朝大军一路势如破竹 直接攻入南陈都城建康 活着了南陈皇帝陈淑宝 此后 在陈淑宝的诏令之下 其他尚未平定的南方地区 也都纷纷投降 就这样 在隋朝开国八年之后 隋朝终于彻底统一了天下 结束了自西境灭亡以来 中原地区数百年南北割据的局面 统一天下之后 在杨坚的统治下 隋朝的国力蒸蒸日上 进入了一段最强大的时期 后世史称开皇之治 隋朝统一天下之后 杨坚在全国推行 军田制 极大的提高了生产力 与此同时 杨坚减免赋税 清摇役 在各地设置官办粮仓 开凿广通渠 极大的方便了关东地区的草运 在治理国内的同时 杨坚还不忘北方的突厥 此后 隋朝又两次向突厥开战 终于将昔日不可一世的强大突厥 彻底给打趴下了 经过杨坚数十年兢兢业业的治理 隋朝已经成为整个东亚地区 当之无愧的霸主 但是 在隋朝国力蒸蒸日上的同时 杨坚本人 却因为继承人的问题 而时常感到头疼 隋朝开国之后 杨坚的嫡长子杨勇 便被立位了太子 然而 杨坚的次子杨广 却有着灭南臣的大功 杨广成年之后 也对太子之位产生了寄予之心 在杨广的努力下 最终 杨坚还是决定 废掉了原太子杨勇 改立杨广为太子 后来证明 这是杨坚一生当中 犯的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公元604年 杨坚病重 杨广侍奉左右 据史书记载 杨坚病重期间 杨广曾调戏杨坚的妃子 导致杨坚产生了废除杨广的念头 然而最终 就在杨坚产生这个念头之后 杨坚便突然暴毙 后世一直怀疑 是杨广是杀了杨坚 杨坚去世后 杨广登基为帝 史称隋阳帝 杨广登基之后 浩大喜功 不顾隋朝国力 是否能够承担 只想做所谓的千古遗帝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杨广在各地广修宫殿 方便自己外出巡游 开凿大运河 彻底沟通了南北水运体系 让南方的货物 可以通过曹运 直接运输到北方 修造洛阳城 试图将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 以此来避免传统关笼 士族集团的撤肘 另外 杨广还在杨坚改革的基础上 创立了科举制 彻底打破了以往纯粹 由士族举荐做官的制度 科举制的诞生 对后世上千年的中国历史 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但是 杨广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操作 却极大的消耗了隋朝的国力 甚至让老百姓 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 而且 开创科举制 迁都洛阳这些事情 更是和传统关笼贵族集团的意愿 背道而驰 杨广也由此失去了 关笼贵族集团的支持 到了这个时候 隋朝已经是处于十分危险的边缘 然而对于隋朝的危险处境 杨广却依然无所顾忌 依然一意孤行 大业七年 杨广从全国范围征兵 调集了上百万正规军队 以及数百万的后勤补给人员 组成强大的军事力量 征讨北方的高沟黎 客观来说 杨广征讨高沟黎的初衷是好的 因为当时的高沟黎 确实十分强大 时刻威胁着隋朝的边境安全 但问题是 如此大规模的战争 已经完全超出了隋朝国力承担的极限 让老百姓彻底活不下去了 于是大业七年 山东人王堡首先起兵 拉开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大幕 虽然后方明辨四起 但杨广依然以意孤行 执意去打高沟黎 然而在接下来的战争当中 隋军却因为杨广的指挥失利 一路惨败 数十万隋朝精锐 买骨辽东 偏偏在这个时候 隋朝大贵族 杨素之子杨玄感 眼见各地明辨四起 决心发动叛乱 对杨广取而代之 然而最终 杨玄感的这场叛乱 却以失败告终 最终被杨广镇压 争讨高沟黎的失败 再加上杨玄感起兵内讧 导致原本强大的隋朝精锐 近乎损失殆尽 到了这个时候 隋朝在各地的统治 已经开始摇摇欲坠起来 就连镇压各地的农民军 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面对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军起义 杨广此时也开始显得有些心灰意滥 再不负当年的雄心壮志 大业十二年 杨广带领十余万精锐 离开关中 前往江都地区 企图依靠还算稳固的南方 已被不测 在杨广看来 当时的农民军起义 主要以北方为主 南方则是相对平静 而隋朝在南方的统治 也还算稳固 依托南方建立割据政权的想法 或许是可行的 但杨广的这个选择 则是从根本上断送了隋朝 因为杨广这次离开 几乎带走了关中地区 最后一部分隋朝精锐 自此之后 关中地区就处于十分空虚的状态 而杨广麾下的是兵 因为大多是关中人 所以根本不愿跟杨广一起久居将都 纷纷开始叛逃 而关中地区的空虚 则导致了很多关隆贵族 彻底抛弃了杨广 所以后来 李渊起兵之后 才会一路轻松攻入长安 迅速控制整个关中地区 到了大业十四年 隋朝在北方的统治 已经彻底瓦解 北方出现了李渊 薛举 李密 窦建德等诸多割据势力 南方也开始出现许多割据势力 让隋朝的统治彻底失效 直到这时 杨广依然一意孤行 丝毫不悔改自己的过错 反倒是沉迷于享乐 大业十四年三月 杨广麾下的禁军 忽然发动叛乱 最后是杀了杨广 立杨广的孙子杨浩为帝 在此之前 身在长安的李渊 同样立杨广的另一个孙子杨幼为帝 而在杨广死后 洛阳方面 也立了一个杨栋为帝 但是没过多久之后 这三位小皇帝都纷纷被杀 窜取了皇位 至此 隋朝也就彻底灭亡了 从杨间窜位登基 到杨广被杀失国 这期间 虽然只过了仅仅37年的时间 但是隋朝统治的这37年里 却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改变 比如大运河的开凿 彻底凭水运沟通了南北 加强了南北地区的联系 而科举治的出现 则是打破了以往士族集团 对上升通道的垄断 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这两样创造性的改变 对中国的统一 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隋朝以前 中国分裂的时间和大一统的时间 几乎相当 甚至出现过南北朝这种 长达数百年的割据分裂时期 但是 在隋朝以后 唐宋元明清等几个朝代 几乎都是统一的时代居多 分裂的时代较短 总之 隋朝虽然国座短暂 但是在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 历史等诸多方面的贡献 都是极其巨大的 虽然国座很短 但这丝毫不影响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 一个影响极大的大一统朝代 而隋朝的很多贡献 也为后来盛唐的强大 奠定了基础 有关隋朝的历史 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 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关注 我是妖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